大家好,Kyokoです 我們今天來到第六個禮拜 五個禮拜 我們來到第六個禮拜 我們今次講日常用品的日文 那有什麼日常用品是我們經常用的 第一就是桌子 然後你要坐的時候 椅子 椅子 就是這樣 好了,當我們有椅子和桌子的時候 可以做什麼呢? 就可以用電腦了 電腦的日文是 computer computer 然後下一個我們想看看幾點的時候 中的日文是 tokei tokei 下一個我們要回家的時候 要有鎖匙才行 所以鎖匙的日文是 kaki kaki 好,我們平日出外需要一個袋 袋 就是 kaban kaban 然後呢,下雨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擔遮 那遮在日文來說 叫做 kasa kasa 好,然後呢 身為一個youtuber 或者平日大家和朋友出去 都很需要一部漂亮的相機 相機的日文呢 就是 kamera kamera 好,然後最後一個呢 就是每個人家都很需要有的一部 就是電視 telebi telebi 最後呢 再講多講 就是我們平日搭的車呢 我們會叫做 kuluma kuluma 好,以上九個呢 就是我們平日常會用到的日文來的 那大家如果記得不清楚呢 可以replay多幾次 去重複看花的 或者你可以pause 然後再抄下一些呢 又或者呢 你有什麼想學的日常日文呢 記得告訴我 在下面留言 說多一點給我聽 ja 今天來到這裡啦 modone bye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呢 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ja modone byebye